乱套了乱套了 UFC后台乱套了 原定的啊 李锦亮对战夜魔 齐马耶夫对战小麻 凯文霍兰德对战罗里格斯 就是因为这场后台之争 完全打乱了 粉丝小伙伴说都没那小子 你说一说吧 别人说的我都没整明白 我估计这段视频你看到之后都打上了 很多人不知道细节 包括李锦亮自己说的也非常笼统 发生了一家审查区 运动员马也比较脾气还真正 所以说人家居然很新 刚才过台突然 大家都挑战了 我也没听说 来了走了 现在怎么能找我 然后大家觉得那边 刚才那么有大型 我们刚才开机后 现在就少不开 这个一个人也好 也超新的 这种人也好 那台上都也可以 那台上去取消 我们拿的话 刚才林亮说了 骑马和坎文·霍兰德打起来了 为什么呢 之前凯文在媒体上发了一部视频 说要替光骑马的胡子 二人在后台相遇了 动了手 但这不是根源啊 根源是骑马业夫的体重超重了 已经到了次中的级别了 大概骑磅八磅左右吧 他的原定对手 小马迪亚兹嘛 那时候也到后台来了 就跟骑马超起来了 因为什么呢 就你超重了吗 我不跟你打了 这场战役啊 打了两拨 导致发布会取消 你可对得问了 这和咱们的力量啥关系啊 哎呦我天呐 啥别说了 苦啊 小马因为骑马超重 不和骑马打了 但是这比赛也得进行啊 毕竟骑马业夫是人家的头牌啊 不要替光骑马胡子的凯文 那你不挺厉害吗 白道拿就安排他和骑马打了 那这样小马迪亚兹没有对手了 白道拿就把夜魔安排给小马了 你就气不气了 本来力量想着把自己的地位啊 再提升一截 毕竟夜魔的名气在那放着呢 发布会之前 力量特意弄了一套名牌西装啊 打扮了一下自己 这下还怎么弄了 就剩下力量和凯文的对手 罗里格斯是闲置的了 所以只能他们两个打了 没有办法了 罗里格斯这个货啊 名气不大 但实力很强 而且匹力量中了八棒啊 但是力量还是应战了 过有一点也算因祸得福吧 力量那张西装革履的照片 在美国的网站呢 也是传开了 都夸赞力量这野们 匹自己中了八棒多 还要应战 而且就算是他一个人扛下了所有吧 把大伙买了单 就这样 骑马有了比赛打了 小麻换了个轻松对手 除了力量 都他妈挺高兴 下班吧